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镜节目 今天我们要聚焦于一位知名主播董雨晖 她在最近的直播中竟然把居里夫人翻车了 在这场雨晖同行的开雪季专场中 她不仅错误地称居里夫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还把她的贡献捏造得离谱 甚至说她发现了油和发明了X攻击 这样的知识失误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热议 甚至登上了微博热书棒 董雨晖的错误让人大跌眼镜 居里夫人可不是文学奖得主 而是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科学巨匠 她的发言不仅混淆了历史事实 更让人对她的博学人设产生了质疑 不过学人反响的强烈 董雨晖也在直播中即使纠正了这些错误 然而事件的发酵让我们意识到 公众人物在传播知识时必须严谨负责 这个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极快 错误的信息可能误导成千上万的观众 今天我们不禁要问董雨晖是否会从这次失误中 吸取教训 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和信息核查能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9月30日一个看似普通的星期一 中国知名主播董雨晖的直播间突然陷入了争议的漩涡 她在与晖同行胎绝技专场的直播中 热情洋溢地讲解诺贝尔奖得主 居里夫人 然而这场备受瞩目的直播却因为董雨晖的一系列事实性错误 迅速成为微博热搜棒的头条 董雨晖在直播中提到了几位意识上特别伟大的女性 其中重点介绍了居里夫人 她问到玛丽居里发现了雷 雷之后还有啥 评论区有人说对了 就是核武器里需要的高浓缩的油 紧接着 她称居里夫人不仅获得了诺贝尔奖 还捐出了诺贝尔文学奖奖项 并且发明了X光机 帮助士兵们在战场上更快地检查受伤部位 这个版本的居里夫人传奇故事听起来似乎扣人心弦 却无疑在事实层面上漏洞百出 网民们迅速指出 居里夫人从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她分别在1903年和1903年和1911年 因在放射性研究以及发现元素波尔雷的杰出贡献 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和诺贝尔化学奖 和诺贝尔化学奖和诺贝尔化学奖 和诺贝尔化学家马丁海因里希·克拉普罗特 于1789年发现的 而X光机的诞生则归功于德国物理学家 威尔姆·康拉德·伦秦 他在1895年首次发现了X光 随后拉塞尔·雷诺兹制成了X光机 这场直播的史实闹剧 迅速点燃了网民们的讨论热情 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嘲讽到 人一旦觉得自己有才华 就开始变得可笑 也有网友表示宽容 一个人知识面再广也会有知识盲区 尽管董雨辉随后在直播中 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但董雨辉、居里夫人的话题 仍旧在网络上发酵 引发了更深层次的讨论 酒派新闻和IT之家迅速跟进报道 详细解析了董雨辉直播中 提到的每一个错误细节 居里夫人一生中取得了许多科学成就 但诺贝尔文学奖并不在其中 而IT之家则补充说明了 油元素和X光机的实际发明历史 进一步打破了董雨辉在直播中构建的博学形象 随着舆论的发酵 董雨辉的形象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从原本被视为博学多才的主播 到如今被质疑是否真的如他所展示的那样 知识渊博 网民们的态度变得更加深深 一位微博网友评论到 这次事件提醒了我们 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知识博主 即便他们看起来很专专业 然而也有不少粉丝为董雨辉辩护 认为这只是一次不小心的失误 一位忠实粉丝留言道 我们不能因为一次错误就否定一个人 他在其他方面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价值的知识 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 也缓解了部分网民的批评声音 回到事实本身 居里夫人无疑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他的杰出贡献不仅体现在他获得的两次诺贝尔奖上 更在于他对科学的无私奉献 和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 这些都不该被错误的描述所玷污 然而董雨辉的错误也凸显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 那就是在信息传播的时代 公众人物特别是自媒体主播 往往肩负着传播知识的责任 每一次在直播或视频中传递的信息 都有可能影响数以万计的观众 正因为如此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显得尤为重要 某种程度上 董雨辉的这次失误 也为其他自媒体人敲响了警钟 知识的传播不仅需要热情 更需要严谨的态度和扎实的基础 作为信息的传播者 尤其是那些拥有大量粉丝和观众的公众人物 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此他们需要更加慎重地对待每一个细节 确保所传递的信息经得起考验 在此事件过后 董雨辉是否会吸取教训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和信息核查能力 这无疑是他的粉丝和观众们所期待的 正如一位网友所言 我们期待的是一个真的博学多才的主播 而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故事家 无论如何 这次事件也让我们再次认识到 科学的殿堂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 居里夫人的伟大不在于被误解的荣誉 而是在于他真实的学术成就和无私的奉献 对于大众而言了解和尊重历史真相 是对这些伟大科学家最好的致敬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董雨辉 中国知名主播 在直播中出现了关于居里夫人的多个事实性错误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质疑 错误一 居里夫人或诺贝尔文学奖 居里夫人 吉玛丽 居里 Mary Turie 是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 她一生中获得了两次诺贝尔文学奖 但均不是诺贝尔文学奖 具体情况如下 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居里夫人和她的丈夫皮埃尔 居里 以及亨利 贝克勒尔 因对放射性的研究 共同获得了这一奖项 这是居里夫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 也是她成为首位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女性 1911年诺贝尔化学奖 居里夫人因发现了元素波 Polonium HLA Radium 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这使她成为首位两次 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并且在不同领域 物理学和化学 获得诺贝尔奖 错误二 居里夫人发现了油 油元素 是由德国化学家 马丁 海因里希 科拉普罗特 马尔滕 哈尔瑞克 Klepros 于1789年发现的 居里夫人并没有发现油 而是通过研究 富含油的矿石 进而发现了放射性元素 雷和坡 错误三 居里夫人发明了X光机 X光机的发现与发明 是归功于德国物理学家 威尔姆 康拉德 伦秦 Wilhelm Conrad Rontgen 他在1895年 发现了X射线 这一发现 开创了医学成像的新领域 X光机的实际应用迅速发展 几个月后 医学界便开始使用X射线 进行诊断 错误纠正 与网民反应 在直播过程中 董宇辉错误地 将这些科学上的重大成就 归于居里夫人 随后在网民的提醒下 他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然而 这件事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有人对他的博学人设提出质疑 也有人表示理解 认为每个人都有知识盲区 这一事件提醒了公众和影响力人物 在传播知识时 需谨慎求证 以避免传播错误信息 特别是 对于具有大量关注的公众人物 他们的言论 可能对观众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此 更需要对所传递的信息负责 欢迎大家进入 诱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各位观众 董宇辉只是犯了几处小小的错误 就像是大海中的几滴水 他的直播 主要还是为了传播知识 和激励大家学习 谁没有点错误呢 毕竟连居里夫人 也有过实验失败的时候 楚天书 你简直是给董宇辉找借口的高手啊 居里夫人 好歹是科学界的巨拨 她的错误 是科学探索中的一部分 而董宇辉的错误 可是基本事实错误 这可是直播 人家可是冲着她的博学来的 谢琪琪 你这么说就过分了 谁还不是普通人犯点错 这是个直播 不是诺贝尔颁奖典礼 再说了 1903年和1911年诺贝尔奖的完整细节 有几个人能全记住 董宇辉的初衷是好的 她用自己的影响力 激励了无数年轻人热爱科学 这才是最重要的 楚天书 你这是在为错的理直气壮打广告吗 如果主播能够犯错 那我们还能信谁 别忘了 她可是把居里夫人说成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这误导性可不小 要是观众真的信了 还以为居里夫人是写小说的呢 好吧 谢琪琪 话说回来 就算她搞混了诺贝尔文学奖和其他奖项 但她也不是在直播中传播什么有害的信息 你知道莎士比亚也曾在剧作中搞错地理位置吗 但这并不影响她成为文学史上的巨人 董宇辉也可以在继续成长的过程中 修正自己的错误 哦 楚天书 你这比喻真是高明 拿莎士比亚来挡子弹 可问题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错误的信息传播的比有效的信息还快 董宇辉有责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就像博物馆里的导游 不能随便说米开朗基罗是达芬奇的学生一样 直播是公众平台 错误的知识会误导太多人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大家好 欢迎来到亚洲大眼镜 今天咱们要聊的是 最近火得一塌糊涂的董宇辉 居里夫人话题 哇塞 这真是一场知识的车祸现场啊 咱们的知名主播董宇辉 在直播中竟然把居里夫人 说成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还说他发明了X光机 甚至发现了油 这波操作可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首先呢 董宇辉在宇辉同行开学季专场直播中 提到了居里夫人 她本来是想给大家讲讲 这位历史上伟大的女性 却不小心翻车了 董宇辉说 居里夫人发现了雷 雷之后还有啥 评论区有人说 对了 就是高浓缩的油 这让不少观众看得一头雾水 心想又不是居里夫人发现的吧 事实上 又是1789年 由德国化学加克拉普罗特发现的 董宇辉这次 可真是把历史给重新书写了 然后 董宇辉又提到 居里夫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还把这个奖捐给了法国 天啊 居里夫人明明是科学界的传奇 她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奖 但都不是文学奖 1903年 她和丈夫贝克勒尔 因对放射性的研究 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11年 又因发现元素波和雷 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这一波操作 简直让人笑破肚皮 董宇辉这是要把居里夫人文艺化吗 不仅如此 董宇辉还说 居里夫人发明了X光机 这简直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了 实际上 X光是由德国物理学家威尔姆 康拉德 伦秦 在1895年发现的 随后的X光机 也是在他的发现基础上制成的 跟居里夫人可没啥关系 当然 董宇辉也是在网民的提醒下 及时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要说直播嘛 难免会有些失误 但这次的错误 确实有点惊世骇俗 不少网民纷纷调侃 有人说 人一旦觉得自己有才华 就开始变得可笑 也有网民表示理解 一个人知识面再广 也会有知识盲区 总的来说 董宇辉这次的直播失误 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 无论你多么博学 在传播知识时 都要格外谨慎 最好先核对一下事实 直播中的错误 不仅会让观众 对主播的信任度降低 还可能造成一些不良影响 这次事件 虽然让我们哈哈大笑 但也提醒了我们 知识是有边界的 学习是无止境的 所以 小伙伴们 想要成为知识渊博的人物 不仅要多学 还要学得精准 希望董宇辉以后 能更加谨慎 毕竟咱们还期待他 带来更多有趣又准确的 知识分享呢 他这次的翻车 也给我们提了个醒 无论什么时候 和对事实总没错 期待大家在知识的海洋里 游得越来越远 却不要忘了带个指南针哟 好了 今天的亚洲大眼睛 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记得关注我们哦 拜拜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 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 不能作为任何举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 网友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